电话响个不停 一整排盲线红灯全亮 卫生所人员盲豆来不及接 这些电话全是打来 想预约疫苗 我们会分离分流 然后到永和国不计刃馆去打 因为现在卫生所这个礼拜都额满了 淘阶疫情升温 中央宣布第三季间隔缩短为蛇周后 全台掀起疫苗强打潮 新北的卫生所从早上到下午 人潮都是爆满 有时候可能就在五六点 就开始排 对 其实我们也很心疼 原本五个门诊都有在打新冠疫苗之外 那运进外加开每天下午两个诊 大概都有到250个人 周内可能会到700到800左右 这样会比较安心 混打摩托纳 卫护部讲说 如果两次打AZ 不建议再继续打AZ 疫苗打气大爆发 新竹市三个大型接种站 一天就打了6300多人 诊所接种量是平常的2.5倍 台东马街医院加开假日接种场次 850剂不到一小时就额满 仲裁区桃园一天也打到破万计 民众抢疫苗 有如抢演唱会门票 基层医院诊所工作量也翻倍 希望中央疫苗约约平台1922尽快充起 量是够的了 那不过在地方卫生局 它事实上也很难去控制到 每一家医疗院所的一个量 卫生局呢开会 他们觉得说可以因应的过来 那看起来现在是有一点吃力 所以我们就礼拜六尽快 赶快把1922的平台 赶快把它再冲起 这波第三季强打潮 让莫德纳超级抢手 外界也关心自够的2000万剂 次世代莫德纳疫苗何时到手 全市中说今年第一季新的一批疫苗 就要抵台 拍胸不挂保证 要莫德纳铁粉们 不用担心扑空 欢迎新闻张家宝林嘉倩 台北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